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每卖出一双袜子就会赠送一双,他们将公司命名为Bombers。2014年,两人在Sharp Tank节目上提出这个想法时,只有一名投资者愿意投资,其他的投资者都拒绝了这个idea,表示买一送一的模式不会盈利。 6年后,Bombers的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,并已捐赠了2000多万双袜子。这个品牌是怎么能卖出这么多12美元一双的袜子呢? Bombers首席营销官Kate Hyatt称,从创意和性能的角度来看,我们较好的市场营销,是我们真正能够将使命和产品结合在起来的地方。 从一开始,Bombers的联合创始人就知道鼓舞人心的任务并不足以推动销售。 为了推动购买品牌的营销活动,集中在其产品的积极影响和质量。 众筹,通过筹款活动,介绍你的品牌和产品。 在构思了Bombers两年后,Goldberg和Heath辞去了他们的工作,并在AndyGoGo上发起了一场活动。 他们的目标是在30天内,筹集1,5万美元以资助他们的新业务。 结果令人震惊,Goldberg和Heath在短短24小时内,筹集了2,5万美元,随后总共筹集14万美元。 推动此次融资的核心动力,是Bombers在AndyGoGo上介绍了他们品牌的运营方式。 而不仅仅是商业概念本身,这个众筹页面,同样涵盖了产品和品牌使命的细节,让访客充分了解,是什么让Bombers的袜子与众不同。 从页面的顶部开始,这个标题,让页面访问者知道,Bombers正在努力,提供高质量的产品,Better Socks,并帮助社会事业,Better World。 网页上的视频,首先介绍了如何设置Bombers增加流浪和收容所的袜子捐赠。 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内,介绍Bombers袜子的与众不同之处。 同样,在Story部分,联合创始人详细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选择向无家可归的人出售袜子。 这还包括一个图表,突出了他们袜子的独特技术特点。 有了这种平衡,Bombers的众筹页面就成了强有力的推销工具。 它告诉消费者是什么让这个品牌的袜子与众不同,并通过提供有关Bombers的信息。 播动消费者的心钱,播客和视频,使用引人入胜的媒体载体,讲述品牌故事。 在2013年进行众筹之后,Bombers在2014年的真人秀节目《Shark Tank》中脱颖而出,推动了这项业务的发展。 一夜之间,该品牌不再是依靠朋友和家人支持的小公司。 随着受众的扩大,Bombers不得不更新他们的营销策略,众筹页面和口头宣传不足以,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保持品牌知名度。 该公司需要能够吸引大量购物者,并传达Bombers产品质量和社会影响力的营销。 播客和视频广告是自然的解决方案,这些媒体通过视听效果,抓住了消费者的兴趣,给了品牌充足的时间,介绍其产品质量。 播客广告在早期,对Bombers来说尤其有价值。 Hayat在2014年第四季度的报道中表示,在给定的一周时间内,我们大约有50%到60%的新客户是付费的。 播客的比例在15%到40%之间,正在我们的付费投资组合中,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 播客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营销渠道,因为主持人口播的广告令人幸福。 当购物者听到他们喜爱的主持人对某个品牌的袜子赞不绝口时,他们对Bombers的信任就会增加。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表明,播客是有前途的,通过YouTube内容和电视广告进行的视频营销,也帮助Bombers建立了自己的受众群体,并产生了销售额。 Hiat说,YouTube证明其第一平均订单价值高于任何其他频道。 Bombers的视频很短,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,足以充分介绍他们的业务。 他们在YouTube上的视频时长从20秒到4分钟不等,持续为公司带来数百万的浏览量。 要点一,不要急于基于政务的品牌的营销,购物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短,所以要尽快抓住他们的注意力。 但是Bombers叫成功的广告宣传都是不慌不忙的,不管是播客主持人滔滔不绝的谈论品牌,还是三分钟长的YouTube视频。 这些媒介给了Bombers时间介绍他们的产品质量。 如果你经营的是以使命为基础的品牌,那就寻找那些能给你足够时间讲述自己故事的营销媒介。 你可以经常使用播客、YouTube和电视广告。 如果你想要一个基于视频的平台,可以使用Instagram TV。 这个相对较新的社交工具,允许品牌发布长视频。 小账户限制10分钟,大账户限制60分钟。 考虑在Instagram TV上创建视频系列,讲述你的品牌的使命和制作产品的过程。 店内,离线指导购物者,有关你的产品和任务的信息。 从2013年到2018年,Bombers的年收入从30万美元积增至102亿美元,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。 Goldberg和Heath觉得可以开始涉足批发业务。 2018年,Bombers开始通过Nordstrom和Dicks Sporting Goods批发起袜子。